我們這個麵包板的部分啊 用的叫做迷你麵包板 所以說它的使用上 你看我把那個 那個雙面膠拆開就長得像這樣 它下面沒有密合喔 它只是用雙面膠 所以說你那個雙面膠拆開就這樣 你就知道為什麼中間 為什麼中間這裡 我上面要寫 上跟下是分開的 有沒有 因為它那個就是一個夾子嘛 一個鐵 所以你碰到這裡的時候 它整條是不是都通了 所以我們直的會通 也就是麵包板的功能就像什麼 那個延長線的插座一樣 你今天插一個腳位進來 你插電源 那這邊就都有電源 你插的是負極GND 這邊就全部整排五個 就都是GND 就讓你可以接更多設備的意思 所以今天如果你有腳位不夠的 我們大部分最常見的都是GND啦 GND這個腳位 因為你要接一個設備就好 有正體有負極嘛 比較這個會不夠 再來就是拿來當電源的機會比較多 你可能需要多好幾個設備 然後一起共用的時候 可以用這樣 但是老師也不要把它想得太神奇了 因為你們家的電 你知道耗電量高的 也不能插太多個 對不對 欸 你用那個烤箱 用微波爐幹 我們一次插過來的 你如果不怕氣 你就試試看 看你們家的跳電路 所以還是不適合 就是你高用電量的 它就不能用這樣 我們就是耗電少的 你這樣子勉強可以接受 OK 那 Webdino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 因為我們用了smart的開發板 你真的不夠 不要客氣啦 用兩個 用兩個開發板 它可以互相溝通啊 對不對 比如說 就好像我們進超商啊 你會叮咚 那它可能在倉庫裡面有一個叮咚 因為有時候你要進去補貨啊 幹嘛的啊 晚上可能只剩一個或兩個嘛 這個時候 你門這邊叮咚 它就傳到裡面 對不對 你就不用拉線啦 因為你是無線的 我就在裡面也叮咚 這樣 對不對 所以 有些時候不要想說 一個開發板就全部把它用掉 有時候這樣反而 問題 出問題的時候 你比較難找 因為你裝太多設備 太多線 你就在那邊檢查 檢查檢查 到底是這條有的啊 那條有問題 因為其實我現在 用越久就發現說 那個杜鋼線的品質實在是 真的不是很好 因為我們一般杜鋼線 我現在買的都是10公分的 我買過20公分的那個杜鋼線 品質真的很差 我這邊有用一條 有一條 可是你會發現 那個很多時候都是很容易是壞掉的 就是你接的外表沒差 但是它裡面那個銅線很少 所以說那個你接的距離越長 比如說電壓不足啦 或是設備控制就會有問題 嘿 這個老師稍微留意一下 好 這樣子麵包板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好